大家好 非常的荣幸能够受到梦想力的邀请 来为大家做一次分享 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咱们华小的学生 如果说进入了我们国际学校的话 他包括我们家长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会遇到哪些挑战 那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应对他 小薇老师我现在开始还是怎么样 是那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跟我们的张老师谈谈 就是了解一下张老师口音听起来就不是本地人 我来自中国 我是来自中国江苏 那看老师的学历 老师就是毕业于这个传媒 我的硕士是在北京读的中国传媒大学 我的专业是语言学 那现在的话我是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读教育学的硕士 是中传媒是我们大家很多同学都很向往的一所大学 那老师在那边念的是语言 那怎么会想到说现在投入就是教育工作呢 其实我的专业是我的本科的专业是对外汉语 也就是说我的本科和硕士大的方向的话是语言学 其实如果说往小的专业去分的话 那我应该是教授国外的就是除了中国人以外的学生的汉语 对我的专业是这个 所以我现在从事这样的教学工作 不管是说语言的还是文化的 我觉得跟我的专业还是挺符合的 而且我自身的话也特别的喜欢教育这个行业 我之前就在泰国从事了五年的教育工作 我是去年来到了咱们马来西亚 那来到马来西亚 您看到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跟您在中国所了解的国际学校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差别非常大 中国的国际学校的话 如果说是从大的方面来说 它主要是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说是比较纯粹的国际学校 也就是说国际学校的学生的声援 就是真的是外国的学生 外国籍的学生 而另外一种的话 我们有很多名字叫做international school 但是呢它是一种和我们教育部的课程融合的课程 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但是在了马来西亚这么多的国际学校 我是觉得它是属于我们就是第一种 它的课程是真的是就是叫做纯的外国体制的课程 也就是今天我们会谈到的 比如说是IB的课程或者是IGCSE的课程 那我们知道张大老师呢 您在这边就是主要就是教就是中文这一块 您看我马来西亚的孩子中文怎么样 超级超级棒的 这个真的是让我是很惊讶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泰国也会有一些华人 但是他们基本上他们的语言能力 就是说汉语水平基本上是消失了的 也就是说可能他的爷爷或者祖辈父辈可以说华语 但是到了他这一辈 他基本上是家里是完全是不说了 也就是他的有的很多父亲都不会说华语了 那这个孩子他就只能说泰语 所以说在泰国如果说他想 就是说从事这个汉语教学的工作 他必须是到大学去学汉语 去学这个华语 但是到了马来西亚我发现 我们的华语保留的这么好 而且大家对我们华人的传统啊 文化呀保留的这么好 真的是特别的欣慰 我上一次去槟城 我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样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工作 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 我觉得很亲切 有这么多华人在这边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们知道张娜老师呢 张娜老师手下教过的孩子们 到未来要到中国去就是升学的话呢 基本上要考汉语语评考试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那我昨天在采访张娜老师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到底张娜老师他的秘诀在哪里 那他看到的我们的华小生 进入国际学校到底有哪一些挑战 同样是他同样是从一个纯华语 纯中文环境来到我们马来西亚环境的 那他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马来西亚华小生的一些感受 那我们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主讲方子 交给我们的张老师 有请 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就现在就开始了 其实我发现咱们马来西亚的 就是华人的对于华语的教育 还是非常重视的 就是所以说到了马来西亚以后 我才了解到我们除了国际学校 有华小 其实中学又有很多像是国民型中学 读中包括私立学校 国际学校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学校的种类 还是挺多的 那很多家长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说 我的孩子就是英语很好 华语他不会了 所以包括我们学校有很多 都是从六年级进来的 就是华人的孩子 他们想的是我小学 如果说我进入了华小去读书的话 至少我的孩子的华语水平还是很好的 所以说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就是说那我从华小到了国际学校之后 我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 毕竟是国际学校有很多学生 他是从early years two early years one 就是从幼儿园一年级 他就开始在这个国际学校里面读书了 我的孩子到了这样的国际学校以后 会能跟得上吗 我们会面临哪些 就是说挑战或者说难题 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学生一起去努力来就是改变这样的环境 或者说我提前做好准备的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展开 这个是刚才的自我介绍 刚才小薇老师也跟大家就是稍微谈了一下 对 我之前是在泰国做的 我们都知道汉办的孔子学院 在孔子学院的话 当过志愿者也做过公派老师 然后的话科研方面也出过几套书 现在在国际学校的话 就出了一些跟我教授的课程相关的 IGCSE的一些教学用书 那今天的讲座 我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 首先还是跟家长们 包括我们学生们 就是分享一下国际学校的类型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家庭 他去择校时候一个很头疼的东西 就是说五瓜八门的这个国际学校 我怎么样去选一个适合我孩子的一个国际学校 这个类型 另外一个就是跟咱们今天 话题相关的两个 一个就是说华校和国际学校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也可以说是传统教育 和我们这种国际教育有什么的不同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个华校学生到了咱们国际学校 会有哪些挑战 还有我给出的一些应对的方案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从咱们家长的角度去出发 家长可能关心一些在择校的时候 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首先来就是进行第一部分 就是国际学校有哪些类型 现在我们比较主流的一些国际学校 它的课程体系 就是现在的这三种 有的叫做可以叫做英制的国际学校 它教授的主要就是IGCSE的课程 和这个A-level的课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际文凭 叫IB 这是国际文凭组织 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教学 待会我们会具体的去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制的国际学校 AP 现在就是说这三个是非常主流的 如果说在这两个三个里边 我再去挑哪两种 说这哪一种是最流行的 那就是前两种 就是说这个英制的国际学校 IGCSE的和这个国际文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课程上的一些分类 比如说这个IB 它的体系就是非常的完整 它是从小学 这是PYP Primary 小学到Middle Year 就是说初中 DP就是我们的高中 也可以说是大学预科 它这三个阶段是非常有系统的 从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预科 这个体系非常的完整 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IGCSE的这个课程体系 这个IGCSE这个是我们的是中学的课程 也就是说是初中加上高中的一点点 然后这个A Level的话就是我们的高三 加上我们的就是说Pre-University 就是说预科班的课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AP的课程 刚才我也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最流行的两种是这个IB的体系和这个IGCSE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我们小学的话 就是如果是你是去了一所IB学校的话 你就是跟着这个IB体系有小学的课程 但是我们如果说你是一个音质的体系 它可能就会跟着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Primary Curriculum 就是国际小学的一个课程标准来上这个学校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从华校读出来的 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忽略过来 最主要的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初中和高中 在马来西亚的话把这两个称为中学 中学就是说包括了初中和高中两个部分 然后这初中的话 这个MYP的课程IB的 然后这边是IGCSE 这个就是可能如果说你的孩子今年是五年级毕业了 准备去择校初中的 那就是这两种类型的国际学校 可能是你们考虑的重点 就是说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国际学校它是IB体系的 还是英制的IGCSE体系的课程 然后如果是说是高年级的 比如说八九十 尤其是九十 有的学校是九十十一 或者十到十一的话 你可以去说这三种课程里面 去看看孩子的择校 那么我们就是来看下 到底说了这么多什么是叫做IDCSE 什么又叫做IB呢 可能有些家长还在这疑惑 就说到底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这是两种最流行的这个课程体系 那我也想跟大家稍微的具体化一些 这个IGCSE它是这个英国课程的 就比如说这个International我们给它去掉了 其实是GCSE 是英国的英国国家它中学的一个中学普通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呢就非常的成功 英国的教育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全世界都是可以说是手续一纸吧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是非常的是有效果 所以说就把它推广到了咱们全球来 所以它在前面加了一个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变成了一个英制的 叫做英国课程的全球化的一种 对我们就理解为英制的课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是国际文凭 这是国际文凭 我接下来主要也是谈的是中学的 两边都是中学 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IGCSE里面呢 就是英文和数学它是必修的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两门课 那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科学呀 化学呀物理地理历史这些 你可以任意的去选五门学科 选五门学科 但是在国际文凭组织里面 它是这几个方面必须每一个都要去选的 比如说科学它就包括物理化学生物 这里面你必须选一个 人文的话比如说历史地理你必须选 外语的话是包括自己的语言类的 包括自己的母语还有另外一门外语 这个艺术你也是必须从里面选一个 比如说音乐呀或者是说画画呀 或者是说一些设计方面的 那这是两个的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再说的直白一些 如果您的孩子他的不偏科 我们叫做偏科 有的说哎我孩子文科很好理科不好 如果他不偏和非常均衡的话 那选这个IAB课程的话会稍微好一些 如果说孩子就是偏科 比如他的理科就不好 物理化学我孩子不感兴趣 那他的但是他的像是历史啊或者是经济啊 他很感兴趣 我建议的话就偏科的话 选择这个IGCSE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你除了英文和数学是必修的以外 你其他的可以去有自己的选择权 就是说我扬长必短 我去选我自己强势的学科 我的弱势的我可以就说我不选他 对这个是 而且这个IGCSE课程 它是全世界最多人读的一个课程 就是中学的中学的阶段最多读 而且这被号称为最受认可的中学体系 因为他只有中学的他没有小学 或者说他没有小学的部分 但是在国际文凭这边 他就是有小学的部分 但是这个小学已经不影响我们现在 在听这个讲座的家长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小生初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科目 具体的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刚才也说了英语和数学是必选的 但是呢英语和数学 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比如说英语你可以把英语作为你的第二语言 就是说如果说孩子的语言是 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 你就拿他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这个科目 如果说特别好 他的母语就是英文 或者说家里的孩子 就是说他的英文是会比华文好很多 那你可以拿他的这个作为英语的教学 还有一些就是语言语文化的 所以说这个英文科目 它有三个层次你可以去选 如果说你的孩子英文特别好 你可以拿两个英语 也就是说你拿了第一语言 你也可以拿那个语言语文化 这样的话它七门至少七门课 它已经有了两门了 再加上一门数学 数学的话有很多学生也是拿两门 也就是说他可以拿普通数学 也可以拿高等数学 有的数学 我们华人的孩子都是数学是比较擅长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拿两门数学 这样的话你的科目就有四个了 四个我剩下的就是三个 去选自己的优势学科 最多的话可以选九门都可以的 那这边的话是六个学科组 刚才也说了母语的话是必须的 比如说英文的话那就必须得拿 就是像是第一语言或者语言语文化 如果是母语是华语 那你也是要拿第一语言的 另外还有一门外语 这个人文呢刚才已经说完了 然后最后的话他有一年完成这个个人设计 个人设计这个方面 是稍微是有难度的 那这边的话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华人都非常关注的华语 比如说我的孩子 就说他的华语是非常好的 那我可以让他去选这个第一语言 作为他最后的IGCSE的这个考试科目 如果说是说不错但是呢也还没有达到这个英语的水平 那可以选就是作为第二语言的 有很多的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就是说有的甚至是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但是呢他的华语真的是特别差 那怎么办 就可以拿这个第三个 就是说as a foreign language 这个三个层次 只是给大家稍微的举个例子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非常关注孩子的华语水平的话 我相信你是希望他拿这个作为第一语言的 因为作为第二语言 它只是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语言 英语的话它就包括一些文化上的东西 所以说你去择校的时候 你可以具体的问一下 华语这个课程 有没有华语作为英语的这个班级 因为有很多国际学校 我了解到的 在马来西亚很多国际学校 它是没有这个课程的 它有这个二语的和 foreign language 这个课程 并没有一语的课程 这个家长就是择校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关心一些 HSK考试 HSK 因为有一些我们华人的孩子 还是希望可能去中国读书 或者是说去留学 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接受的是这个第二语言的这个课程的话 你的孩子去考这个HSK的五级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六级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说分数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即使你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 他的HSK的水平也是不会低的 就是说他如果能高分通过这个 second language 那他的HSK的水平至少是五和六了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说 读完了咱们国际学校的课程 还想去中国读书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 咱们这个华校和国际学校的这个议同 我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比如说是华语和英语啊 老师和学生 教和学 还有这两组关系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想说的是 咱们虽然说是国际学校和华校 华校的这种比较 其实更多的我可以说是传统教育和国际学校教育的一些比较 比如说是华语和英语 非常的 咱们非常的明显 咱们华校的话 你除了马来语 咱们的国语课程和英文课程 其他的科目 全部是用华语来教授的 那正好到我们国际学校的话就反过来了 除了华语的课程和咱们马来语的课程 都是用英文作为教学语言 不管你学数学历史经济或者是说科学课 全部都是英文教学的 那师生或者是生生之间的交际语言也都是英语 当然你除了就是说你和你的华语老师 或者是马来语老师 你可以用华语和马来语 其他老师都要用英文交流 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作业 跟刚才一样的 除了华语和这个咱们语言类的这个作业 其他的作业都要用英语来完成 而且这个作业有的时候是像是口头汇报啊 或者说你做一个presentation 或者是说写一些东西 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 都是用英文来完成的 好这边的话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老师也 小薇老师也说了 我是在中国接受的是完全的是中式的教育 所以我真的是 我现在又在国际学校教书 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特别幸福 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真的是特别好 我想我读书的时候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老师真的是毕恭毕敬的 就是好像还要占得很 占得很 就是非常的尊敬 真的是毕恭毕敬这个词形容不为过了 但是在国际学校 我们就会有一些像是休息时间的 老师有一个值班 就是防止一些学生或者是 比如说防止一些学生就是跌倒了受伤了 比如像这样的打篮球的这样的 我们老师会有就是站在边上 会看着一些学生 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非常高 两米多 体育老师也是站在那值班 他是站在那个篮球的边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early years two的一个小孩 就是很early years two才是幼儿园的二年级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男孩走过来了 老师呢 其实他是关注这个操场上学生的这个活动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孩子就过来 就幼儿园二年级的孩子就过来 老远就是这样挥着手 Hi Mr. Roland How are you 就是非常的怎么说 很自然的和自己的老师去打招呼 就说那个Roland老师就说怎么样啊 对不对 完全像一个小大人 我站在边上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一幕真的是很让我欣慰 让我想到了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的那种差异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教育的理念的不同 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走过来之后 就这个老师体育老师 其实就是这一位老师了 这一位老师 他的他就他就也是很自然的 就喊他的名字 就问你怎么样啊 他就说我我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两个人很自然的 就是一开始是那个小孩子走过来 一高一矮 可能那孩子只到了这个这个老师的腿部 就是说真的是很矮 然后这个老师就蹲下来了 咱们的体育老师 两个人在那边像两个好朋友一样的在那聊天 这个对我的这个冲击 或者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是受到的这种传统的中式教育 所以说现在国际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吧 就是说上课的时候是老师 但是即使是上课的时候 这个老师他不会说 我突然的让这个学生就是害怕我或者怎么样 没有 还是在一种刚才那个片子里面也说了 是一种非常好像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氛围里面 把这个知识或者说一种技能 传递给我们学生 让学生也在学的过程中觉得我不是那么怕 因为我的我的理解是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我很怕一个老师的时候 我不敢问问题 会不懂装懂 这个我想如果说你受到的是这种很传统的教育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 那为什么这个亦师亦友 还有这个教学相长 这边有两个图片 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这个的话是看着他应该是打这个高艾夫的 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两个冠军 一个是我们学俄兰州的 就是咱们国际 就是学俄兰州学校 一个叫做咱们学俄兰州学校体育协会的一个高艾夫比赛 他获得了第一名 还有一个就是马来马来咱们国家马来西亚学校 所有的学校的一个体育协会的一个比赛 他也获得了第一名 同时他在今年右边是世界业余高艾夫 选手排名里面的六千多人里面的排名 他排到了八百多名 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有才能的学生 就是说我们非常的去鼓励 就是说一个学生他的爱好 他有自己的专长 那如果说我和他去比较这个高艾夫的话 那我肯定变成了他的学生 他完全足够当我的老师了 所以说这就是说一师一友教学相长 你在教学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学生身上的赏观点 这个跳舞的也是艾莲 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 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赛 有的时候去到泰国那边参加比赛 所以说我们对于学生的这种 就是跟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们会鼓励他找到自己的长处 鼓励他找到自己的优势 就像刚才我们梦想力也在说 你找到自己的优势 你找到自己 就是说可能你这个优势 也许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 也会有一些帮助 而且你的一些兴趣爱好 可能会对你的性格上有一些影响 所以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真的是怎么说呢 一师一友吧 就用这四个字 那教和学方面的话 区别就是说 我之前就是说的传统教育 叫做一人堂 就是一言堂 老师在上面哭哭哭的讲 对不对 一直讲讲个不停 底下的学生就是脑袋去记 或者说你记笔记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不同的学生他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说 有一个教学理论叫做多元智能 有的学生他是擅长听或者是看到 那如果说他擅长动手 这个老师的课堂是非常枯燥的话 那他可能他的学习效果就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和学方面 有这几个吧 刚才我说的一言堂就是教师为中心 然后我们现在的国际学校的教育里面 是以学生为中心 我相信华晓也会有这样的理念 但是或者说我们传统教育 包括现在中国教育也会有这样的 我们觉得大家都认为学生为中心是对的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要有不同的老师 或者说不同学校他做的怎么样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刚才也说了这个多元智能 其实学生以为 以学生为中心的话 你用学生最擅长理解的那个方式 学生可能他动手能力比较强 你就让他去操作一些东西 对不对 包括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 也就是说刚才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 呈现的这个部分 那过程和结果 传统的教育就是看结果 这教育就是应试教育 你最后行不行就是看你考试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这种国际学校的教育 它非常注重过程 但是重不重结果 也重 但是说这两者都重的同时 我们非常强调这个过程 这个孩子有没有进步 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这次得了B 你下次 你就是没有拿到A 家长就想着这次B了 那下次可能就应该能得到A了 那我的孩子怎么没有得到A呢 是不是说他没有进步 不是 也许老师考察的方向不一样了呢 也许上一次考察的是阅读 这一次考察的是写作了呢 对不对 我们能看到他写作的过程中的进步 或者说他阅读方面的进步 这都是一个过程上的问题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老师或者说我们的家长 更多的看到这个过程 就是说你更多的鼓励 你能了解这个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死盯着这个结果 而另外一个就是说 知道 就是说 老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传统教育中 你懂了吗 懂了 那你会不会 可能我知道三角形的内角核是180度 但是呢 你给我 老师给我一个题目的时候 比如说 我又不会做了 就说你不会去运用 你只是知道而已 但是你并不会 知道 懂了 和会是不一样的 会的话代表说你会运用 那这个呈现呢 呈现的话就是说 你把你的会给我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题目 你能解答出来 而且你还能告诉我 你还能把旁边不会的这个同学 给他说懂了 给他教懂了 那你是真的是会了 就是说教是最好的学 就是说如果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注意 这个小组之间的合作 就是说我们可能小组 有的时候我们把好一些的 同学放在一组 差一些的同学放在一组 有一个差异化教学的理念在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好的 和差弱一点的学生 就是说放在一组 这样子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老是看不到 这个弱一点同学身上的这种 就是说虽然他在语言水平上 有一些弱 可能他的领导力比较强 他能让这个小组变得非常的活跃 而且他有办法让自己明白 而且让其他稍微弱一点的同学 也能明白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每一个老师吧 家长应该注意的地方 我们不能就死盯着结果 你应该看到你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另外一个就是培养目标 我之前还是一样的 传统教育里面就是知识 就是你教的就是知识 对不对 考大学呀 知识 那现在的话可能这个解决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思辨能力 这些都是被我们提倡的 我相信滑小里面也会有这样的 另外现在想说的就是这个全球视野 全球视野 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就知道 就是国际性的这种视野吧 那到底什么是全球视野 这是国际学校非常注重的一个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们很多的传统教育里面 我们关注知识 你再好一些的 或者是老师家长 我关注不仅仅是孩子的知识 还关系到他的一些特长 这个孩子全面发展 那这个国际视野就是 我不仅仅关注我这个孩子 让这个孩子啊 关注到这个学 整个学校 再大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社区 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是说我整个国家 让他或者是再大一点 就到了整个的亚洲 然后就是包括西方 然后最后整个世界 然后如果说孩子有这样的视野 那最后后面的话 就是人类社会了 那还有的话就是人类社会和这个动物啊 植物啊 包括环境这样的一种关系 它是一种就是大背景下的一种叫做不同文明啊 经济啊 社会的一种联系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平等的思想 还有关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可能家长会觉得 老师你说这样的很空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教育 到底你的学校是不是教这样的课程 或者是说你怎么呈现在你的课堂上 其实没有这样的课程 除非是说那个职业指导方面 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些 但是虽然没有专门的这样的 就是说国际视野这门课程 但是我们每一科目 华语也好 艺术也罢 经济也好 科学也罢 它都是融汇在我们的科目里面的 比如说我就拿华语举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英语教学里面 就是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里面 我们会谈到诗歌 比如说是李白的诗啊 杜甫的诗 这些都是我们在谈诗歌的时候 跳不过去的一些非常注重 非常著名的诗人 那我们学习了他的诗歌以后 不会启发学生 除了咱们 中华的这种传统文化里面 有这种特别美的诗歌 那其他国家有没有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可能我们会说 离我们近一些的 像印度的泰格尔 它有飞鸟籍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还有没有西方 难道没有诗吗 只有我们东方有诗吗 沙士 那个雪莱 英国的 然后还有我们美国的 惠特曼 他们很多人都学过诗 那这些诗 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呢 我们会这样的去引发 如果说是 我们学到了跟戏剧有关的 比如说中国的关汉清 我们在元朝的时候 写的斗鹅渊 非常的有名 那它还被称为 中国的沙士比亚 或者说东方的沙士比亚 那到底它和 那沙士比亚 对不对 是非常有名的戏剧 他写了很多像是悲剧喜剧都有 那我们会有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们引导学生去说 我们不仅仅关注我们书本上的东西 我们要关注的是 你往大里面去关注 或者说我们 其实整个世界 在比如说同一时期 或者说那时候的诗人 我们关注的是 底层人民的这种困苦 像斗鹅渊 那沙士比亚里边 沙士比亚的 他的生活背景 或者说他的戏剧里面 关注的是什么呢 那诗人的 他的诗里面 是关注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伟大的诗人 或者是教育家 他关注的都是最底层的人民 为什么我们都会关注这些 那全球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全世界的 对不对 有很多著名的 我们都想的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关注 我们会这样的去引发它 让它去思考 我相信不仅仅是华语 其他的像是艺术的 或者说经济的 大家都会去启发学生 去怎么样培养 这个全球的事业 然后这边说 有两组关系 这个我觉得也是 我们国际学校非常注重的 像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这边的话就是 校园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 这个社区再往大一点说 就可以说到是说 国家或者是世界了 就跟刚才的咱们的国际事业 就是联系的一块了 那说到这个关系的话 其实我们教师 我们教师和家长 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我们中间有学生 学生是教师和家长的桥梁 我们也是通过学生 就是说我和学生有关系 家长和学生也是有关系 我遇到过这样的家长 他说张老师 我孩子就交给你了 都听你的或者是怎么样 我我就会 当时我就会和家长说 我说那不行 我说这孩子 就是说还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就说交给我 我在学校里面我会教他 但是回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他有交流 你不可以说 我反正学校的老师 有老师 还有一些像是 包括心理老师啊 包括我们学校的行政人员 有学校就够了 不对 家长对于学生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国际学校 非常提倡就说 家校之间的联系 家校 就是说其实这个家校 和家长和老师 这个都是共通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像家长会啊 我们华校肯定都有 科目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联系 班主任和家长之间联系 包括我们学校的协调员 和家长之间联系 包括是校长 或者是咱们的心理辅导老师 和家长之间的联系 那我想提一点的话 就是说其实家长并不是说 学生有问题了 我们老师才会去联系家长 其实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就是家庭和校园 其实很紧密 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之前是这个是 应该是春节的一个活动 我们家长给我们 使出了很大的力量 就包括我们 就是摊子上摆出来的一些物品 或者说像是锅啊什么的 就家长给我们提供的 他想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更多的 就是说咱们华上的 人的文化 或者是说他想让孩子了解更多的传统的一些知识 他愿意加入到我们当中 其实有很多家长不只是一个 跟家长的关系非常好 这样的话 其实家长跟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泡茶 我在这边做饺子 其实我们会交流 那交流什么呢 我们不会再讨论这个饺子好不好吃 或者是怎么样 可能我们会聊一些学生的 他最近怎么样啊 或者是说 他那个有没有进步啊 对不对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聊这些东西 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家是什么样子的 那为什么我在他在学校会有这样的反应 哦原来和他在家里边的一些 就是有关系的 这些是非常紧密 另外一个我想提的是 这个 我们 我们学校会有一些像是 就是 应该是周五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一个学校的 我们老师的会议 家长给我们做了一个演讲 他讲了一些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的 或者是他和孩子的一些相处 他会把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分享给我们 他在讲台上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 其实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都在下面 我看到那个孩子真的是特别的受鼓舞的 他觉得他的爸爸就像真的是大英雄一样 他可以给我们就是这么多人讲 分享他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对他的孩子真的是影响特别大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这种糕点类的活动 小学了 我们先教学生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 因为他是可能是动手啊 英文啊 这些都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叫做陶饼 就是主题教学 可能他教的是食物 那我们会请一个稍比较资深的 就是做食物方面 可能他家是开饭店的 开蛋糕店的这样子 给我们学生带来一个稍微一个演讲 其实就是带我们一起 我们学完了这一课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联系家长 有没有志愿的 就说志愿者家长 给我们就孩子介绍 有的 不仅仅是说这个美食 比如说我们教这个交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联系 可能这个家长他是司机 或者说是一个工厂 就是生产汽车的 这样的一个很专业的人士 但是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介绍 这个孩子在底下非常高兴 第一他不是老师 不怕对不对 那是叔叔嘛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说这位家长的孩子 在这个课堂里面的时候 真的是 他是很享受的 他觉得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 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联系 我想的是 就是家校这样的一些通力合作 还有一些角色定位 就是说你不能说 我交给学校 交给学生 我想就是说我们的目标 都是为了学生 家校的话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边的话就是跟刚才说的 那个社区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MISNAM 它组织的一个 你看我们有七年级的 五年级三年级的都有 是自愿的一个小组 比如这是到了其他的学校 和其他的学生一起玩 这边是有去敬老院 给他们表演一些东西 这些是他们的感受 他们觉得 他们去接触到 就是社区里的一些 一些人的时候 他会更有深的体会 不是说我们在这讲 我相信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学生 不是我讲的时候 你就能体会到了 你去做了 你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 就是说我们会提供这样的 很多机会 去给学生去了解自己的社区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还是延续着刚才的一个 就是一个话题吧 这是最初的成长环境 学校是一个 就第一次踏入的一个小社会了 然后这边就是社区 很真实的 像是 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国际视野 如果你连社区 自己的社区都不了解的话 又何谈去说 去了解世界呢 就是我们说的 一物不扫和一扫天下 也是这样的道理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 这边是去了日本 这是一些露营的活动 学生自己就是说 一起配合呀 搭帐篷之类的 这边的话也是一些 我们不仅仅限于 学校里边的一些活动 我们更想让学生 就是说看到 国外是什么样子的 像这些是 到校外去参加 咱们的篮球比赛 我们学校的篮球比赛 真的是特别强 如果你的孩子 喜欢打篮球的话 就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好的机会吧 像这边的话是 咱们学校的嘉文学生 他是2019年的时候 被咱们马来西亚政府被选为 马来西亚国家女子 冰球组的成员 然后在19年的4月份 到了迪拜去代表我们马来西亚 去参加比赛的 所以说这就是说 我相信他出去了以后 这种比赛 国际性的比赛 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 这边的话是咱们的 就是一个 我们学校的这个是非常强 我想说一下 这三个是我的学生 我真的是挺高兴的 他们在这个比赛中获得了 有1500名 这个女孩佩玉 她得了21名 1500名的第21名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 叫做The World Scholarship Cup 就是他们上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比赛 是在耶鲁大学进行的 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高年级的学生了 自己的职业规划 他看到了好的大学以后 他回来他觉得 哎我想去耶鲁大学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看的多了 你的世界观 你的世界变大了 可能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或者说对你这种 全球视野的影响 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简单的说一下教和学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去教 怎么样的去学 我把这个教放在 就说这我们像是一个 螺旋式的一个上升 教和学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它一定是这个螺旋式的 你不是说我一教 这孩子肯定就会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天才儿童吗 对不对 过目不忘吗 这样的也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教和学 它一定是一个螺旋上升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好像是我们的弹簧吧 这看起来也很像一个弹簧 弹簧的话 你不要看他做这个螺旋 我用了这么多的铁 为什么我这个长度不是很高 那个铁棍的话 同样的铁 那个铁棍就非常的长 那是不是我这个螺旋就不如那个铁棍 不是 那我这个螺旋是什么呀 我一按最起码我能有一个冲劲 我是有潜力的 就说这个教和学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 而是说它是有一个吸收 吸收的消化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对于家长来说还是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我们不能只看结果 我们更要去看过程 这个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学的 这个也可以联想到刚才的那个智能教学 你参与了 比你只听只看 你会吸收的更多 吸收的更多 这完全是学生 我们看到这样的表情 他完全是被自己的杰作是惊呆了 真的是 这个孩子 孩子为忠心 老师在后面 可能需要问问题的时候 老师去指导一下他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今天最主要的东西了 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是一个环境 那华小的话 我们虽然 我了解到虽然有很 华小不一定是华人的孩子在华小读书 像印度人或者是说马来人 我们也可以 在华小也都是占的比率 也都是不少的 但是到国际学校以后 他还是和那样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说的是 他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蜜月期 或者这边会有一个疲惫期 蜜月期就是说你在申请阶段 我马上要毕业了 我要去一个新学校了 我很兴奋 我可能会遇到新的朋友 包括被录取了以后 你都是非常的感觉自己是 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非常的有新鲜感 你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啊 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不仅仅是说我们学校了 你到别的学校也是一样 你可能会想 他跟我交朋友 怎么不跟我说话 或者说这个人看到我怎么 反正你心里面会有一些 多多少少的落差 你会觉得跟你自己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会和你原来的学校去比较 你会想着跟华小不一样 跟我以前的学校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你们都已经在那边学习那么多 那么长时间了 你对你的教室 你对你的食堂 你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老师都是非常了解的 这边一切都是新的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就是前一个月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 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我相信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家长和学生都不要着急 非常正常 这前一个月 有的学生适应慢一点的话 两个月也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 我不适应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转校 还是说他这一星期在那不高兴 没有朋友 我就转走吧 我觉得不要这样 就是我们人都是这样 我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工作 或者说你调了一个工作单位 都会需要一些适应期的 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要相信他 你可以鼓励他 这是环境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语言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除了华语课 或者是说马来语课 其他的这全部都是英文 英文还是英文 那比如说授课呀 和同学交流呀 包括你和校长之间的一些交流呀 和中学校长呀 或者是小学校长 你跟他们一些交流 全部都是英文 那是大家不要怕 为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 即使是我们华人的孩子 你在华小 你是学过英文的 你只要能交流 你只要敢说 你就没有什么 就算能阻碍你的了 而且你的你有英文课呀 你在这个学校也是有英文课的 如果说你的英文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学校会考虑给你 就是就相当于是补习吧 给你补习英文 我这边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是上个学期 从中国过来的一个学生 完全不会英文的 就是就是可能就会说 哈勒你 就是就最基本最基本的 他真的可以说是零 他真的是不会 然后我们小学 中学的校长 他是过来是独八年级 我们中学的校长 就是每周都给他 三次节课 一对一的辅导 后来还有韩国的学生过来 英文也是不好 我就看是四个小孩 后来变成了四个 就是这样去给他辅导 主要是听说 所以说 这他们有没有进步 当然有 这个孩子 以前他想跟同学说话 他想和他的班主任说话 他完全不会说 要怎么办 找我 对不对 我去给他翻译 后来慢慢的 找我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他自己完全可以了 而且和朋友相处的非常好 就是朋友也愿意去教他 对不对 他教朋友华语 然后他的朋友 教他英文 适应的是有一个过程 但是咱们不要把这个想的太难了 而且学校会给我们一些 很多的一些支持 对不对 另外有一个 就可能是家长也会担心 我到国际学校 我的传统文化 我华人的这些传统 还有吗 我的孩子会不会一下子就完全 就是丢掉了咱们这个 咱们华人这么好的这种传统文化呢 不会的 我想说 咱们的传统文化 就是是咱们的一个根 尤其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已经 世世代代这么多年了 咱们都没有丢 不会说因为我孩子去国际学校读书 就会去丢掉 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课程 而且又不是说不让他说华语的 咱们是有华语课的 而且还有华语的一语课 还有一些ASA 就是课后的一些活动 我们会有一些 就是 比如说我们是诗词啊 或者是说 你给学生华语的演讲比赛啊 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的介绍啊 都有 这个是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图片 这个的话就是 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活动 这站着的全部都是老师 这个跪下的也是老师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 就是蛋糕 就是直接就是铺在上面 你说实话 就是这是自愿的啊 不是说我选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必须去 没有 自愿的 他愿意 西方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 那如果让我去 我肯定不去 我 我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跪在这儿 等着那个大蛋糕铺在我的脸上 所以说 在这个学校里面 这个文化方面 你是自有自己的选择 就是说这个学生也是自告奋勇上去的 你也可以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是 嗯 不要有焦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价值观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冲击 像是 比如说 名牌呀 攀比呀 这些国际学校 可能家长会觉得 哎 可能条件会稍微好一些 我的孩子去了之后 会不会觉得 心理上面有一些小落差呀 完全没有 我完全看不出来 我的孩子 我的学生 哪个有钱 哪个没有钱 完全没有差异 他们不会 这一点就比中国好很多 中国的我觉得还是 是真的是有攀比的 有一些学校 但是我现在接触到的 真的是没有这样子 包括这个霸凌 霸凌的话 我有一个学生 今年是七年级 他是从华小转过来的 一开始我也 他比较沉默 然后是比较排斥外界 就是说老师跟他交流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打开心扉 后来大概过了两个月以后 他可能觉得 这个华语老师是值得我信任的 在一次作文课的时候 他就说到他为什么转学 是因为被霸凌 当时我看到了这篇作文 我觉得 我心里面是很沉的 他能够把这个写到作文里面 而且我很心疼他 后来我就是借着我们口语 口语练习的机会 我并没有单独的去找他 我相信每个学生 不愿意去提这些事情 但我们有口语 正好聊到了这样的问题 就跟他聊了聊 他说那个学校 也告诉家长 也告诉老师 老师只是让他远离而已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在这个学校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了你告诉我 而且他会有一些自责的心理 就觉得好像是 为什么他不去欺负别人 只来欺负我呢 是不是我有问题 我就会跟他说 你完全没有问题 你做的是对的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问题的是 欺负你的那几个学生 就是说这也是他 转来我们学校的原因 在我们学校是没有的 像歧视都没有 因为我们学校有各个国家 有22个国家的学生 都在我们这边 包括不同的种族的 不会存在这种歧视 孤立的话也不会有 因为我们不会 我们更多的是说 我们平等 我们也很少去谈 就说这个国家好 那个国家不好 也没有必要去 在我们教学的时候 去谈这些政治 另外的话 也是一个学习方式的改变 可能会有一些 自我管理的 这些就是老盛常谈的了 就是我相信大家都 会有一些理解 那学习方式还有一个自主学习 这个自主学习的话 我想的是不仅仅是说 他课前的预习啊 什么提及参与啊 还有这个课后巩固 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因为在我们学校 我们要求的是 在每学期的开学的时候 是要求老师 会把咱们的一年的计划 发给学生们和家长 所以说这个学生 他每这个月学生 或者这一周他学生 他是很清楚的 有些学生 他可能会提前的去看一看 我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那个感兴趣 可能他会提前去了解一些东西 这种主动的求知欲啊 可以培养的 是可以去培养的 就像是兴趣和爱好一样 可以培养 那其实有很多兴趣 不是说我是对他感兴趣了 我把他做的多好 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 反而是我把这个事情 做的很好了 我突然对他有兴趣了 就是说你有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反向的去思维 去思考这个事情 那我就这边 我就快速的一点 因为时间可能已经快结束了 时间的问题 这边是艺术老师的几个学生的作品 我就拿过来了 他在他教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提前跟学生说 我最后是要这样的一个呈现 他把任务说的非常清楚 然后在教学的时候 从哪几个方面去说 你要仔细的观察 或者说你要知道 那个时代这个作品 是什么样的特点 你要能抓住一个作品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比如眼神 还是说表情 或者是这些什么布置上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学生 他在学习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最后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的 那我学习的时候 他先知道了 他可能他的主动性 积极性就会高一点 因为他知道 他要自己的最后要做什么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了 就是电脑技术 这个是我们的网课 我相信华晓也会有一些就是网课 中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学校是说 每个学生必须要有一台电脑 因为这个我想也是一种趋势 就是说我们的 不仅仅是关注于我们的 就是比纸质的这一些 更多的是跟科技教学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师生交流 有一个平台叫做 我就在这里就不用说 就是有一个交流平台吧 因为每个国际学校的不一样 师生之间的交流 作业的反馈 或者我们学校的一些通知 班主任的通知 科目老师的布置作业 或者说提前预习的东西 都在这个里面去做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MCO 我们的成绩单的发放 还有教学网课这些 全部都是通过这个教学来的 这是我五年级的学生 接下来就是我们六年级的学生了 你看他自己可以用电脑 去做这个PowerPoint 然后自己去找图片 然后符合这个主题 但是也有一些学生 他可能觉得 这是这个学生的展 这是这个学生的展示 他在这帮助他 两个配合 这边也是 右边的这个同学展示的时候 他可能就说老师 他问我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做这个PowerPoint 可以啊 就是说我会给学生不同的选择 我相信能够选择 就是一件很自在的事情 不是被老师逼人 你必须怎么样 他选择的 他不要做这个 他自己是用手工的方式 因为他的动手能力很强 所以说还是那种多元智能吧 刚才那一句话 就是说我会给学生不同的选择 你是你喜欢做这个 你擅长 那你就发挥你的能力 这边你喜欢做这个 你就是这样的能力 也都学生是做了一个视频 或者说有的学生带了一些食物 就是说真的是带了一个真的 学校的一个餐厅的菜单过来 给我讲一些 都是可以的 这些但是这个是不能够忽略的 就是说我不能说我只会这个 不会这个 他也是会的 只不过他更上产这个而已 下面的话 就是说给家长的一些挑战 可能就会说 我的孩子去国际学校读书了 以前我是可以辅导他的 现在是完全不会 都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学习 还是在玩 天天对着电脑 对不对 那我英文不好 不好意思去学校跟老师说话 说话都说不清楚 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能做到的 你能做的太多了 能为孩子做的太多了 你不是英文不好吗 如果我们家长 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当你的小翻译 如果你的孩子能把这个翻译好 第一他英文进步了 你也能够更了解 这个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孩子能够帮助你了 他能够帮助家长了 他会有非常大的成就感的 然后这个学习啊 还是玩这些 你可以和孩子积极主动的 这样去交流 能不能辅导 其实我觉得家长辅导学生 是一个方面 另外的是一种陪伴和沟通 你的陪伴和沟通 对他的鼓励 比你真正的去教他这个题目 有用的多 有价值的多 另外一个 有些家长可能会想 我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和我自己的孩子 是一起进入这个学校的 他们本来成绩差不多 英文也差不多 怎么另外的那个孩子 就进步的那么大 我家孩子好像是进步小 或者是没有什么进步一样 千万不要这样去比较 因为刚才也说了 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 适应期也是不同的 还有就是缺乏交流 刚才也说了 不管这哪个 你都是一定要去 这个去交流 孩子到底是怎么样 我有学生的家长 这个就是完全是没有交流的 他的心里边 已经是对自己的父母 是有一些抱怨了 就是说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这是他孩子的原话 就跟我说的 后来我就找家长谈 家长自己承认说工作太忙 没有 没有时间啊之类的 我就说其实时间 到底有没有时间 其实和你的 不一定说你非得大把的时间来 你的关心 你不要每次一见面就说 好事了吗 多少分 对不对 那个孩子就跟我说 你跟家长交流什么 就问我考没考试 就说学了什么 你说这个孩子 他到家的时候我觉得 给他一种轻松的 这种环境氛围 对不对 不要 不要让这个孩子觉得 我爸妈只管我的成绩 对不对 不管我也不爱我 我觉得我们家长 更多的要去表达一下 对孩子的这种关心和爱 不仅仅是咱们的成绩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 有的时候你的焦虑 你对孩子的这些 你对你心里的焦虑 其实你的行为上 是能够体现的 我们孩子 现在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阶段 青少年 他能够感觉到你的焦虑 你是轻松的 你是焦虑的 有的家长可能都不掩饰 你的焦虑 或者说你的情绪 这孩子是肯定是能感觉到的 我希望的是 咱们就是多交流 另外的是 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心理上 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 你的心态 一定要平和 你不能说 我完全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我就特别的难受 或者是我特别高兴 期待特别大 其实我们一个平和的心态 就好了 英语的话 如果孩子英语实在是真的是非常差的话 你可以和你的学校 就是新学校的老师联系 就说我们学校有没有提供一些东西 和他的英文老师 或者是学校的 他的班主任去交流 需不需要补习 而且你要尊重你孩子的意见 如果孩子说不需要 那我就觉得咱们尊重一下他 或者说他哪一个科目 就是说比较差 他也会觉得 我需要补数学 并不是英文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 对不对 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 但是说这个暑假的话 咱们学校 就UCS啊 已经提供了这个英文的课程 还有这种衔接性的课程吧 不仅仅说是英文了 衔接性的课程 待会儿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计划 你自己的计划 就是说我知道了 我心理上我知道了 我是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的 那我就不会说 我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焦虑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孩子 那我大概是用两个月 这样的计划去适应 或者一个月去适应 这个都是一个自己的 和孩子的一个计划 或者孩子心里面 或者家长心里面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 就是心里面知道有这个东西 需要适应器 不要着急 另外一个就是沟通 还是跟刚才的 这都联系起来 不管是你和孩子的沟通 和班主任的沟通 和学校的沟通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跟学校沟通 可以让孩子知道 孩子就知道 你是关心我的 我妈妈是关心我 我爸爸是关心我的 有一些孩子就告诉我 说我家人 不会给我开家长会的 他根本不关心我 这是孩子的原话 我听到就是觉得 真的是让挺心疼的 刚才提到的这个 免费的衔接班 这个是我们学校 现在就是说能为 咱们新生做的一些事情 我就稍微说一下 比如说 刚才也说了 如果真的是英文 需要去辅导的话 我们学校会有这种辅导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对一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对四 这样子的 就是其实需要辅导的 学生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 完全是免费的 不会收额外的课程 还有的学生就会 家长会说 如果说焦虑了 或者孩子不适应 有没有 就是说心理上的 辅导老师 有 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 是从加拿大来的 Chris 家长可能会觉得 他的孩子的英文 本来就不好 那去辅导的时候 孩子也不懂 怎么交流 怎么办 不用担心 就是还是说了 咱们学校啊 就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孩子需要 这样的帮助 就是我们华语部门的老师 都是可以出来 就是说做这样的工作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是健康快乐的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 就是不用就说去担心的 另外的这个小组互助 就是说孩子第一天 他到一个新学校 就是完全是 就要跑着上课嘛 就是老师是固定 可能在这个教室 那学生是这节课 要去一楼 那节课去三楼 怎么办 我们会安排一个 就是我们会提前 跟班主任先联系 就是说稍微 多注意一下这个孩子 我们学校的 有一个群里面 也会说 多稍微注意一下 关心一下 这个新来的同学 另外一个会 派一个专门的小助手 也是同班同学了 会协助他 和他一起 比如说下楼来领他 然后到教室什么的 一天都会跟着他 甚至是一周 所以说这个 就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的话 有家长问我说 因为前两天的家长会 就说我孩子 这个华语 就是弱一点 需不需要补习啊 之类的 我就完全跟他说 就说 我从老师的角度来看 他是不需要补习的 另外一个的话 可能也是家长 同样的问题 需不需要 那我就说 我是可以给他补习的 也是免费的 但是是在老师的课语时间 不是耽误老师的 这个老师上课的时间 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需要 家长孩子和老师之间的 这种沟通 有的数学课 数学老师 艺术老师 我想他们 包括科学老师 都跟我说 他们会有额外的一些 课程 这些都是免费的 其实就是为了学生 但是不是说 家长就会觉得 你给他补 怎么不给我孩子补 你的孩子不需要了 你孩子非常优秀了 我们就是说 想让一些需要的学生 真的是能够提一下他的 会有这种课程 现在这个免费衔接班呢 是我们的叫做 Summer Program 现在我们老师正在上课 一共是三周 这三周就是 咱们暑假里面进行的 就是一个专门 为了说一些新生 他不了解国际学校的课程 我们怎么办 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考虑吧 如果说学校 比如说你一报名 你就可以还没有开学嘛 你得八月份才开学 那你现在就可以提前来上这个课 这个对于英语的 就是这个适应期 因为老师都是用英文教学 对于英文的适应 还有对于课程的了解 包括对于这个老师的熟悉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 各个科目现在都有 所以说 不用担心这个衔接的问题 我们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另外有一些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 可能就你去一所国际学校 我肯定会说 哎我的孩子 十年级的时候 毕业班的时候 我的孩子能考多少分呢 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大家 就是这个过程和结果嘛 过程我们做的非常好了 结果也得是要有好的结果 对不对 这是一些数据 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毕业班的学生 就是说IGCSE的考试 因为我的学校是一所 我现在在这个校区 苏邦的校区是英制的 就是IGCSE的校区 我们的学生考试 因为至少拿七门课 现在我们是六个 学生拿了六个A的 和六个A以上的 就是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那可能另外一个 没有拿到A的 可能是B啊 B plus之类的 那这边的话 这是我们 就是去年的2019年的数据 拿到六个A 或者是六个以上 A的学生达到了 接近三分之一了 这就是一个进步 2020年的 咱们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展示 所以说我相信 这个数据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做到的 而且我们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这个的话 我们的教训实力还是有的 就是说你的孩子在这边读书的话 就不用担心 我们知道很多大学申请的话 它不可能就说我学校 我只要六个A的 或者是七个A的 这样的学生太少了 风毛灵脚的 那有的学生 有的学校就说你只要过D就可以了 所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通过考试率 就是也是IGCAC这里 这个百分之百通过全科 刚才我只是说得A 对不对 那得D啊 得C啊 得B啊 还有很多呢 百分之百能够通过这个 全部的科目考试 那除了数学 数学这边的话 有一些学生他的 对 除了数学 我也就不用多说了 可能数学是稍微弱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 Manduin 因为我是华语老师 我就特别的高兴 我这个说这个 我太荣幸了 连续三年 就是过去的三年里面 我们的华语考试是 百分之百A和A上 这边的话是 外籍学生 我们大概是有 百分之四十 来自二十二个国家 然后这边呢 比如说像有韩国啊 日本啊 像是 嗯 还有是一些 西方的一些国家 应该有 埃及 埃及或者是希腊吧 反正有二十多个国家的 中国也有 然后这边的话 是外籍的教师的 比率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也就是一大部分的 都是外国老师 比如说来自美国 英国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中国都有 这些的话 名校的录取率 又占了百分之九十五 就是说 呃 为什么 可能有的学生 有的家长 就说怎么不是百分之百呢 对不对 那有的他没有申请 咱们马来西亚的 这边的 就是学校 他可能去中国 又直接去留学 或者去国外 出国读书 这样子 嗯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稍微的一个展示 咱们学校的老师 来自不同的国家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截取了两张图片 这这里面基本上 都是我们中学的老师 中学的老师 嗯 呃 这边的话 就是给 家长们一个更熟悉的一个 呃 一个就是 很清楚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到了学校六年级 到十年级 到底是怎么样呢 去学习 六到八年级 这两年 呃 这三年是打基础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科目 必须去学的 都要学这个科目 八年级结束的时候 要选科目了 就是说你 这三年学下来以后 优选嘛 刚才我说了 IGCSE是可以选择你优势的学科的 选择你优势的科目 然后你到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 是一个冲刺的阶段 十年级的最后就是考试了 就是刚才的IGCSE 也是刚才展示的一些数据 包括一些名校的录取率啊 或者说得A的 六个A的那个比率之类的 那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 哎 老师你说的天花乱坠的 就是你当然了 你你是你们学校的老师 肯定会说你们学校老师好啊 学校好啊之类的 呃 我不想做学校太多的宣传 我的最初的想法就是 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 国际学校的一些教育 国际学校的一些理念 包括是华小的学生到初中 到底真的是会面对什么样的东西 这边的话是 其实是家长的一些信啦 就是说 我说的再好 如果说 家长不觉得我们学校好的话 我说了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咱们择校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说那个学校的 就是marketing的那些人 招生部门的人 那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肯定会说这个学校很好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那个学校的老师 如果说这个老师觉得这个学校很不错的话 那应该是不错的学校 如果还不 还想再去了解更多的 那你就去问一问家长 我觉得家长的口碑比我说 或者说比我们学校的什么 市场部的老师说 更有说服力 这是给我们学校老师的一些 评价吧 太多了 我就截取了这么多 这几张 大家可能会说 这谁是Miss Alyssa 对不对 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我刚才忘说了 国际学校跟我的传统教育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说 我的校长可能并不知道我 就是说我在那个学校初中读了三年 他可能不知道我 就是说张娜这个学生 但是我们学校的Miss Alyssa 我们的校长是 她对每一个学生了如指掌 就说哪怕是新学生 刚去的学生 她会了解这个学生的 每一科目的情况 数学是怎么样 英文怎么样 科学科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会对一些 就是新的学生 会有一些交流讨论 只要是教这个学生的老师 都会和我们坐在一起去讨论 就是说什么方面能给他 更好的帮助 给他更好的辅导 就是说校长是完全是了解 每一个学生 可能有的时候他见到你 有些家长也会听到 我的孩子刚来怎么 他就知道我孩子的名字 而且还是那么随意的跟我们 就是说say hello 打招呼之类的 就是国际学校是关注每一个学生 并不是说我们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 或者是说成绩差的学生 或者怎么样 从就是从这个我的这个 Alice这个来说的话 我是打心里边是佩服他的 他学校有这么多的学生 他都可以就是像是如鼠家珍一样的 知道 我相信如果说我作为家长 我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去读书 我也会开心 因为学校了解我的孩子 不是泛泛而谈 而是非常清楚 每一科的情况 他的爱好 或者是他的进步之类的 那基本上我就讲这么多了 我相信就是说 我们家长去选择学校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学校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 一所适合自己家庭 适合自己孩子的一所学校 然后这边的话是 就是说如果说需要联系的话 可以就是这些有一些联系方式 好的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那我们面子书上面的这个直播呢 我们就到这边为止 那面子书上面的朋友啊 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现在Zoom讲堂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12分钟左右的 一个交流时间 那如果面子书上面的朋友呢 想要参与我们呢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Zoom讲堂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关闭我们这个 面子书上面的这个主播啦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自己 就是Q&A的这个环节了 那我们欢迎朋友们呢 就是 就是把您的这个提问哦 就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来 或者直接打开您的这个麦克风 可以跟我们的张老师来做交流 好 那我们先看一看哦 就是 嗯 这边我们有个朋友 他问哦 老师您觉得我们从华小来的孩子哦 他们的呃 可能就是呃 他们比较弱的地方可能大概是哪些 就是您看 嗯 刚才你题目没有读完的时候 脑子里边已经有答案了 嗯 因为我的学校确实是很多六年级转过来的 都是从华小过来的 嗯 如果说弱的话 就是成绩上的话 没有什么区分 成绩上 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性格上非常的 就是 我不能说非常内向吧 但不善于表达 这个是最大的特点 也不能说是弱的特点吧 就是说是最大的区别 他和这个国际学校的学生 国际学校的学生是比较活跃的 他有什么 他敢说 他敢表达 但是从华小过来的学生 他是呃 不太愿意的去表达 需要老师啊 去推动他 对 需要去推动他 但是呢 这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就是说 他可能觉得 哎 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回答的不对 哎 老师没有骂我耶 还表扬我 说我勇气可嘉 或者是说 说我已经快到了那个答案上面了 可能对于下次来说 这就是一个鼓励 我相信每一个科目的老师 都会希望你的课堂是活跃的 而不是说 像一潭死水一样 那老师教的也不是很舒服 那学生学的肯定效果也是不好的 这一点的话是最大的区别 嗯 明白 那一般就您的观察 就是我们华小生可能比较羞涩 可能比较内向 或者是不太敢表达 嗯 这个部分哦 一般上呃 他们大概会在多短的时间内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或者他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努力下 可能他们就可以做些改变 嗯 这个的话 我觉得不同的学生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有的学生 他可能一周就可以了 他就会适应能力非常强 哎 我之前我的同学都是这样跟我一样 那我到了这边 我也要跟他们一样 他可能就很快的融入了这种环境 这个圈子里头去 他就是 对 已经看不出来 他是说是从华小过来的 可能一周 有的学生可能又需要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这样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还是说 呃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老师啊 他的教 教书的这种方式也变了 他是非常鼓励学生去表达自己的 的观点的 而且像我们就是以后工作吧 或者是说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是需要去表达的 就是我们可以家长也可以 就是说从想就是鼓励他 就是说哎 包括这个我刚才一直强调的 学生和家长 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这种沟通 你在家你和你的孩子都不说话 这个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 对不对 你多鼓励他 就是说你不会的东西啊 你就问 或者说就是家长也不要说孩子说话太多 不要他说话 或者说他说的都不对 意味的去否定他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我不会去否定一个学生的答案 就是学生他能够站起来 他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有一千个哈 哈姆雷特 对不对 每一个心里面的人 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他学生他就是这么觉得 并我不能说他是错的只是他的想法而已 但我可以分享老师的想法 你再去比较一下你刚才的想法和老师的想法 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启发式的让他觉得我表达的也是有道理的 老师都肯定我了 还是一个鼓励 家里边的家长的话还是沟通鼓励 那不晓得说我们现在上还有没有朋友 想要跟我们张老师这边交流的 那如果还没有的话呢 就是想要交流的可以直接打开你的麦克风 我想知道一下 通常读这些国际学校 有一件事情有一些家长们也是会考虑到的 就是好像经济能力 我不晓得在学费方面是如何的算 然后上课时间呢 您是说这个学费吗 对 学费和上课时间 可能得请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 Miss Denise你在吗 因为我不了解学校的收费情况 真是不好意思 我让我请我另外一个同事来回答好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好的 下长 你要我们国际学校 学费 一般上是分三个学期 比如说我们是八月开卸 所以我们一个学期 比如说在 那个初一来讲 就是year six 大概一年 大概二十二千左右 四分三个学期 就是每一年八月给一次 一月给一次 还有四月给一次 就是一年给三次的意思 对 但是如果有特别的情况里面 好像比如说家庭真的是 很想来念书 你们可以 家长都可以写信进来 我们的管理会考虑可能给你们一些 可能没有分两期 人家是分一期 你们可能一期里面给两次 分期付款两次 都可以商量的 如果最主要是 你相信我们 你很有心要把你的孩子 送来我们这里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收费 那么还有没有 好像其他收费 比如多一点的 客外活动之类的 其实这个收费 已经是加了客外活动 但是书本和制服 是没有包在里面的 书本和制服 OK 明白 所以读书是两个长学期 但是学费是一年交三次 好 可以 明白 客外活动已经是包在里面了 每个星期三客外活动 刚才你有问读书时间对吗 对啊 大概 我们是八点上课 上到每一天平均 三点 三点半 除了有客外活动 星期三是会到四点半 好像比如说 尤其星期五 可能你的孩子 有些老师愿意给他们 教他们多一点 给他们一些 好像补习 所以可能就会延长一点 不过那个不是每个学生 只是需要的学生 刚才章老师有说 只是特别对需要 一些需要的学生 OK 好 可以 好 谢谢 OK 好 没关系 好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就是欢迎朋友继续发问 这边我们有朋友问 就是在IB跟IG之间 他们的最大差异 跟他们的选科的部分 那可能要请老师 这边再跟我们补充一次 IG和IB 其实这两个课程的话 都是现在是全球的认可度 是非常高的 但是说数据上来说的话 选择IG的人数是更多的 然后说也是说在初中部分 因为它只是中学嘛 IG CSE 这个是它做的是最完善的 但是如果说是IB的话 它的体系上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说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直接还有到那个DP 也就是说预科的课程 它这个体系是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 这个体系上的这个完整性 对于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从华小转到 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 可能还不是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本身的优势 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家长来说 它并不是优势了 在科目上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关心的 最后的评估上面 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IG CSE 的考试 完全是由咱们那个考评组 剑桥的考评组 是他们就是说是在校外 我们的老师只是教 考评组呢 是咱们就是说英国的那个机构 它是完全是由他们来考评的 然后IB的呢 是校内的老师可以给学生分数 叫做校内的评估和校外的评估 就是说这是在考评上的一些差异 如果说说到科目上呢 就是说我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 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有偏科的现象 就是我说的是很白的话了 很实在的 就是说如果有偏科的现象 建议选择IG CSE 因为IG CSE呢 是你有自主选择权的 就是说我的文科不好 我就去选化学物理生物 这三门科 对不对 英语数学本来就有 然后数学的话 我还可以选去像是高数啊 或者是朴术 然后呢我再选一门外语 你可以学马来语啊 可以再拿一个华语啊 这样你的科目就够了 如果说我是一个理科不好的学生 那我就可以选一些什么商业 对不对 或者会计的 那还有一些刚才也是那个主要的科目 像是科学呀 或者是说我们的像是数学英语这些科目 那但是我如果是说选IB的话 就是说你的孩子成绩是均衡发展的 选IB更有一些优势 为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的文科不好 那没办法 你必须选一门 那我的理科不好 也不能说我理科全部都不选 我也必须选一门 艺术 我的音乐画画我都不好 那IGCSE的考试的时候 我可以不选美术啊 我可以不选音乐呀 因为我可以不选戏剧呀 因为我不擅长 我不喜欢 那你在这个IB的时候 你必须得选一个 这个我是觉得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那我们也听过 就是坊间会说 就是IV的培训 比较着重在培养孩子做研究这一块 不晓得老师您怎么看 我相信坊间就你刚才说的这一些 是有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在我们评估的 就是说应该是算是DP了 也就是说在大学预科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做个人设计 就是说他除了刚才我说到的 选了几门科目以后 他还有一个个人设计 他非常去强调 就是说你自己学习了以后 你对一个东西的理解 你要创作出来一个东西 那但是像是A-level的话 他可能在这边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 就是说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个人设计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课程 他都是有一个考虑的 就是说他的教育 国际教育嘛 他其实跟传统教育 刚才并没有分开说 就是国际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最大的区别 我想的是就是说 国际教育更能让一个孩子 他能够更全面的去发展 更有一个国际事业 创造力 或者是说这种独立思考 思辨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我们时间来到3点30分 不晓得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请我们张老师 最后给我们朋友们一个总结 就是鼓励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 现在就在华小 他们要上国际学校的话 您可能给一个三点建议 就是他们现在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首先我是想说 无限可能 就是说不管你是在 就是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的 这是第一 就是说你要对你的未来 充满希望 充满信心 不管是我之前的英语如何 或者是我之前学习的华小 和国际学校的差别又有多少 但是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 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第二点想跟我们家长 就是说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不管你的孩子是在什么类型的学校去学习 不管是国际学校还是华小 还是独中 这个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家庭关系 这种原生家庭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教育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说 能够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体系 不要人云亦云 也不要很跟风 就觉得 比如说大家这个都去学IB 那我也跟着报IB吧 都去学IG 我也都去报IG吧 你要考虑到你孩子的自身的这种独立性 因为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今天来这个讲座的家长 或者说学生 都是对教育非常重视的 不然也不会说一直听到最后 或者说来就是一个半小时的 在这个平台上 来听我们这个梦想力组织的这一次讲座 我相信大家在关注教育的同时 能够给孩子更多的鼓励 希望沟通交流 真的是无限可能 谢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中学时期 就能够就是朝着他未来梦想的一个人生 往前走 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的学校 确实是一个比较 就是今天我们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里面 选择一所适合孩子的学校 其实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来自UCSI国际学校的 这个华语部主任张纳老师 今天给我们这么详尽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我们每个礼拜天 下午两点到三点 我们都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就是会跟大家做不同学校的分享 那在这个季节呢 六七月七八月 很多家长开始要去考虑 孩子要升中学 要怎么选学校的这个部分了 那我们会梦想力这边呢 我们会怎样安排不同的学校呢 上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去听一听 看一看到底哪一个学校 比较适合自己 那我们如果线上有一些孩子呢 已经去高中部的 那我们今天也做另外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天 我们在下个礼 来临的礼拜五 我们会请到就是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呢 的一个教授 他来给我们谈谈新闻 那如果您跟孩子呢 未来梦想想要从事媒体工作 也欢迎大家带着孩子一起来 跟我们去学习交流 好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张大老师 也谢谢Denis 我们后会有期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拜拜